巴以冲突爆发以后 我们看到中美两国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要求立即停火 解决人道主义的灾难问题 同时也要推动巴以双方的 按照联合国的决议 按照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冲突问题 因为巴以冲突这些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 即使这次冲突 这一轮冲突化解掉 那么还会有新的一轮冲突再起 因此中国的立场既要解决当下的 由于巴以冲突所造成的 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问题 同时也立足于长远 从长远上从根本上来解决巴以冲突问题 而美国的立场就截然相反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 并不对联合国的两次决议都投了辅决票 联合国的决议主要是要立即停火 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 解决人道主义的灾难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一直是持反对态度 而且现在到目前为止 美国还一直反对在巴以实现停火 美国之所以这样做 是由于它出于一种自私的考虑 因为美国在巴以问题上一直是执行的偏袒以色列的政策 因此对于以色列的要求 美国都是一意满足的 目前来看 以色列不愿意停火 因为以色列认为它没有达到消灭哈马斯的目的 那么一天不消灭哈马斯 它就不愿意停火 因此以色列现在正在积极地准备地面攻势 进攻 因此美国不愿意站到以色列的对立面来支持停火决议 美国这样做 另外一个原因还与它国内的政治考虑有关系 因为拜登目前他面临的这个明年的大选 他的这个民意测验支持率并不高 不断地走低 那么而美国的这个大选呢 又是金钱政治 在美国的大选中 美国的犹太院外集团起得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美国犹太院外集团资金非常的雄厚 对于美国两党的影响都非常大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这个拜登希望呢 完全站在以色列一边 这个取悦国内的犹太院外集团 使他的这个支持率 也能够有所提升 便于他明年能够连选连任吧 这也是美方现在采取这样态度的一个原因 总的来说 中国的这个态度是 招远于长远的考虑来解决巴以冲动问题 而美国呢 是处于自己自私的一种考虑 因此呢 这两种立场 这个截然不同 那么中国的立场会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 因为中国的立场代表的公平 代表的正义 代表的这个秩序 因此呢 我想巴以冲突最终的解决 还是要按照中国的这个意见来实现 如果按照美国的这样的一种立场 来这个处理问题的话 那么只能使巴以冲突 永远得不到解决